好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很珍惜每一次能夠到大堂來的普世 因為我現在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在青年牧區 所以過去我們應該都是有機會 就偶爾會來跟大家一起敬拜 那今天有機會來分享神的信息 跟神在我身上所做的功 好 那我們就 我們今天要講的是 就是延續上個星期牧師所傳遞的意向 那所以我就念一下 這是從我們周報那邊所 copy下來的 所以上個星期牧師說 神正在祂的教會做事 從去年到今年持續辛勤祂的工作在我們教會 那我們的責任是什麼呢 神已經在做事了 牧師已經看見 牧師也領受 神在我們教會真的在做事 那我們的責任是什麼 我們的責任就是辨識神的心意 隨從聖靈的工作往前 這就是我們的責任 那當我們這樣做的時候呢 那當我們僅僅這樣領 抓住教會所領受的恩膏 這恩膏跟祝福也會臨到我們每一個個人 還有每一個家庭 所以你看喔必須先說一下 這個投影片是我們有小俊跟銀針幫忙製作 他們花了很多心思 看到這裡面說會臨到每個家庭 你看就花了那麼多 所以每個人都可以領受我們教會所領受的恩膏 當我們辨明神的心意 隨著聖靈的工作往前 好 那往下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傳講 或是要來思考的就是 那怎麼樣才能夠辨識神的心意 怎麼樣才能夠隨著聖靈的工作往前 好 說可能比較容易做起來就需要認真 就需要思考 那所以我就把它寫出來說 我們要怎麼樣去辨識神的心意 前者需要有好的靈修生活 跟主有實際的互動 那後者就需要有跟隨的決心跟勇氣 我們今天大概就是要傳講相關的經文 訊息 然後有一些我個人的見證 那再來我們再繼續往下 我們就知道說 好 那我要去辨明神的心意 那我怎麼知道 我一定要先有一個確據 就是神願意讓我明白他在想什麼 神願意 我們要有這個確據 先有這個確據才走得下去 神願意告訴我們應該怎麼走 往東 往西 往南 往北 神願意告訴我們這件事嗎 那所以這幾段經文 其實剩幾很多段 我只有copy 就一頁 我們一起來讀好不好 看得清楚嗎 還可以嗎 好 我就是帶著大家一起來讀 來 那草山草農 將心意指示人 使城荒變為幽暗 腳踏在地之高處的 他的名字 耶和華萬君之神 下一段 誰信為耶和華 耶和華必指示他當選擇的道路 再下一段 你必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 在你面前有滿足的喜樂 在你右手中有永遠的福樂 最後一段 你看這裡的每一段都有 關鍵字就是指示 指引 耶和華一定會指示我們的道路 一直講一直講都在講這個 將心意指示人 敬畏耶和華 耶和華必指示他當選擇的道路 十一篇十六篇 你必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 到了真言 他說在你一切所行的路上 都要認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道路 所以聖經 一而再再而三 告訴我們神 一定會告訴我們 一定會告訴我們 甚至到了後來有一段經文 大家很熟的 他的話 神的話 是我腳前的燈路上的光 這句話你仔細給他想想看 腳前的燈數是什麼意思 其實他只有照亮幾乎是我們腳前 或腳前在前面兩三步 所以是要一步一步的跟隨 所以在我們人生當中 每一次每一次每一步每一步 其實就是神的話在前面 只有一點點喔 神的話在前面只有一點點 就緊緊跟隨他 到了這個地步是會這樣 所以神一定會指引我們 接下來的方向 指引我們該做什麼選擇 該去哪裡 該做什麼事情 這是一步一步會指引我們 那可是聖經有這麼明確的確據 可是我們怎麼好像 至少我以前 現在也常常是 以前是完全不明白 也所謂的聽不到神的聲音 那到現在可能還是常常會覺得 不是那麼清楚 為什麼呢 為什麼 好那就是我們來 今天要仔細來想想看 那神要向我們顯明 他的心意 很多的關鍵都在於我們 因為神已經說他願意 那如果我們沒有辦法那麼明白 問題一定出在我們 好所以下一頁往下看一下 來我們一起來念這段是我 那個屬靈家長的這個訓練手冊裡面 一段話 因為我們最近在受那個區長訓練 就把過去的東西拿出來複習 那我就看到這一段話 就很有意思 奧古斯丁所說 來我們一起來念 沒有上帝我們不能 沒有我們上帝不願 這個是在屬靈家長裡面 是拿來鼓勵大家傳福音的 神願萬人都得救 那我們要去傳福音 沒有上帝人家人心怎麼會信 可是反過回來 如果我們都不去傳 所以他扣的那段話是想做這件事情 他說沒有上帝我們不能 沒有我們上帝不願 沒有上帝我們當然不知道眼前的道路 沒有上帝我們不能 我們永遠都是在黑暗當中 可是沒有我們上帝不願 我們如果都想停留在黑暗當中 我們不想明白神在我們身上的旨意 那神也不會強迫我們去明白 所以明白神關鍵 明白神心意的關鍵 讓神的心意可以顯明在我們身上 讓神的心意可以成就在我們身上的關鍵 是下面這兩點 我們必須要 我們必須想要明白 我想要 我真的想要明白神在我身上的旨意 第二個我一定要先下定決心 現在就下定決心 一旦我明白了 我一定跟隨到 所以這是兩個最重要的關鍵 第一個我想要明白 好這個可以檢討看看 在我應該是2005年以前 我從來沒有想到需要明白 我都覺得我要去哪裡教書 那是我專業的判斷 那我要投稿到哪一個期刊 那也是我專業的判斷 我要做什麼事情都是我的判斷 所以我從來沒有想到要明白 那神當然就不會輕易顯明祂的旨意給我 因為我沒有想要明白 所以這是第一個關鍵 第二個關鍵 我一旦明白了 我要這個決心事前就好 我一定要遵行到底 不是我聽到神的旨意 明白神的旨意 然後跟我本來想要的是符合的 那我就去做 跟我想要的不符合 那一定是錯誤的感動 那這樣的話就也會阻攔神 向我們顯明祂的旨意 那所以我們接下來就繼續看下來 神在我們身上的旨意 其實有兩大類 有一類是普遍性的旨意 普遍性的旨意 就是祂適用於所有的人 是永遠都是像這樣 就是祂永遠都是適用的 那沒有針對個人 可是每個人都要去遵行 好比如說第一個我來念 《禹夫所書》第五章第十七節 其實這是一個命令 他說不要做糊塗人 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所以明白神的旨意 明白神的旨意 不是選擇 它是一個命令 他告訴我們不要做糊塗人 我們人生在世不要做糊塗人 怎麼樣才能不是糊塗人呢 我們要明白神的旨意 要明白神在我們身上 在我們教會 在我們工作場所的旨意 好那接下來 神的普遍性旨意有哪些呢 我就選了四類 我們一起來讀讀看 來貼錢 好再下一段 好再下一段 你們不要亂斷人 就被亂斷 你們不要亂斷人 就必亡亂斷 這些都是神在我們每個人身上最基本的旨意 講得很清楚 常常喜樂 不祝我祷告 凡事歇人 所以就不用問了 對不對 這就是一定是神的旨意 常常喜樂 不祝我祷告 凡事歇人 比如說聖節 就不用問了 最近我們這個大學老師們忽然間成為難得上報紙 對不對 有一些老師就 這個收據上面好像 對不對 這個不用問 對不對 我需不需要因為工作上的便利 去做一些違法 不管你是放到自己的口袋 當然我覺得我個人也是覺得這是兩種事 但是 從基督徒 我們自己 我自己的經驗也是這樣 就不用問 神的旨意就是聖節 這種不用再問說 神啊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我告訴你要不要請他幫我開獎發票 這件事就不用放在禱告問了 對不對 這件事就不用問了 因為神的旨意就是聖節 在下面 神的旨意就是叫我們要行善 這件事也不需要問了 接下來 不要論斷 一定要饒恕 這些都是不需要問的 因為聖經已經講得這麼清楚 喔主啊 他傷害我這麼深 我真的需要原諒他嗎 這個也不用問 神就告訴我們 你是一定要饒恕 主啊他這麼快 我們就一直罵罵罵 這就是論斷 這個也不用問對不對 一定是錯 回家認罪悔改 這些都不需要問了 所以剛剛就說 我們要成為聖節 我們要行善 不要論斷人 要饒恕 然後更正面的是 常常喜樂 不住的禱告 凡事謝人 所以不需要為這些很基本 神命令非常清楚的 再去詢問 要怎樣要怎樣要怎樣 這些都不用問了 好所以這是我們所謂 普遍性的旨意 那還有神還有個別性心意的例子 就是神出了告訴我們 這種很一般的原則 你們要上結 你們要饒恕人 這種很一般性的 神其實也會給非常明確的指令喔 你要去哪裡 你要做什麼 你要怎麼做 是對誰 其實這個神也有他非常明確的旨意 我們舉出幾個聖經的例子 那這個我來講給大家聽 這裡有說到說 神呼召亞伯拉罕 在創世紀十二章第一節 這是非常重要的經節 耶和華對亞伯拉罕說 你要離開本地本族本家 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 神如果要指示一個人 為什麼亞伯拉罕 留在那邊就不行 為什麼他是呼召亞伯拉罕 往西 往迦南地 而不是往東 所以神有他非常明確的旨意 當然我們後來可能會知道說 就是要訓練亞伯拉罕順服 各方面 那也是啊 神先有一個旨意在那邊 告訴亞伯拉罕說 你要往哪裡去 我要在那裡大大的赤福 那我們想想看 如果亞伯拉罕說 神啊你要赤福給我 我在這裡你就不赤福給我嗎 那你是神嗎 那到底誰才是主啊 神給你一個旨意說 你往離開你的本地本族本家 那你就說 我在這裡很舒服啊 離開之後 我搞不好就被殺了 你要赤福給我 我也沒有辦法被赤福 那我還是留在這裡好了 不要去做這個 argument 在這裡很明確 神告訴我們說 告訴亞伯拉罕說 欸他呼召他很明確做一件事情 那亞伯拉罕就去遵行 這就是信心之火 好我們再來看 攻打耶利哥城 在約蘇雅記裡面說 耶和華小玉約蘇雅說 看啊 好還沒有 看啊 我已經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 必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的手中 你們一切的冰丁要圍繞這城 一日圍繞一次 六日都要這樣行 第一個我們如果回去看一下那個地圖 他們跨過約蘭河 其實至少有兩個選擇 他一定要攻耶利哥城嗎 其實不一定 還有一個地方是非常重要 在聖經裡面有有叫做吉甲 對不對 每次他們後來那個約束 他們度過約蘭河 開始在攻迦蘭地的時候 常常都回吉甲獻祭 那可是為什麼他們第一個城 第一個攻獻的城 不是攻獻吉甲呢 所以神有很明確的旨意 第一個你先攻耶利哥 那當然我們現在事後讀經 我們都可以去說 因為要壯大以色列人的信心 是神也很可能是這樣想 但是在當時領受到這個心意的時候 我們只有一個動作就是順服 所以第一個對象是誰 對不對 神感動我們 你今天要傳福音的是你的上司 那你就去傳 好就不用問了 就是說我那個上司那麼嚴格 對不對 我跟他講會不會被他嘲笑 就不用問了 耶利哥城多南宮 神給首領這樣子的 就是給約束亞 這樣子的指示 那我們就是去遵行 第一個對象是誰 神可能給有 可能會給非常明確的心意 第二個怎麼攻 也可能給非常明確的策略 這個孫子兵法有這樣子的攻法嗎 去攻一座城 然後對不對 就一天到一周 一天到一周 然後第七天到七周 沒有 神甚至會告訴我們 怎麼去做這件事情 那我們領受到了很簡單 就是去遵行 領受到了很簡單 就是去遵行 所以這個是很個別性心意的例子 那是不是以後我們 這個要去 這個比如說我們現在會平息禱告 然後就去平息一天到一圈 一天到一圈 當然不是這樣 這個是個別性心意的例子 這不是適用於所有人 所以每個人要去尋求神啊 我現在你在我身上的心意是誰 所以這就是個別性心意的例子 這個我們就不能把它一般化 比如說我們再繼續看下來 大衛打敗非力士人 所以大衛先在西伯倫登基 接下來攻佔耶路撒冷 攻佔耶路撒冷 完之後他去打敗非力士人 非力士人有兩次到立法英國 要去打大衛 大衛第一次就問說 神啊我可不可以去打非力士人 上帝說可以你就直接攻上去 直接攻上去你就可以打敗他們 像水沖破他們一樣 第二次大衛 這個他們又同樣來到這個立法英國 然後大衛又再一次問神 所以你看大衛是什麼都求問神 大衛是一個軍事領袖 他可以自己判斷我要怎麼攻啊 可是他說沒有 我們要來求問耶和華 所以問耶和華第一次說 你就直接攻 第二次又再一樣是在立法英國 大衛又再次詢問耶和華說 神啊你有沒有把非力士人交在我的手裡 神說有 但是這一次你不要直接攻 你這一次要繞到後面去 那你說那可不可以把它頂倒過來 對不對大衛不問對不對 第一次就從後面攻 那第二次直接攻 可不可以 我們當然不知道 但是我這個例子是要說 神確實在聖經裡面是有例子告訴我們 他對我們怎麼去做 有非常明確的心意 直接攻還是繞到後面 連這麼細節這麼具體的東西 他是可以有心意要告訴我們 怎麼去傳福音 比如說這件事情 是你每天不厭其反 在吃飯的旁邊 對不對 如果是我們有配合 就在吃飯旁邊說 你要信主啊你要信主啊 不然就要下地獄 這當然是一種策略 我們可能把人下進天堂 對不對 可是我們也有可能是要把他愛進天堂 那每個人不一樣 那我們要問神 什麼是傳福音 對這個個別的人最好的方式 不是我們想怎麼傳 愛怎麼傳都可以 不是隨我們的意 聖經裡面說 我們要不管得食不得食 我們都要傳福音 那個得食不得食 不是說我們隨便都可以傳 無時無地都要傳 那個得食不得食是指說 至少有一個聲音是指說 不是不管得不得我的食 不管我現在方不方便 半夜三更有人打電話來跟你哭訴 那你就說現在我想睡覺 不是這時候不得你的食 你還是要傳福音 所以這個得食不得食是在講這個 不是看我們自己方不方便 舒不舒服 只要神有感動我們傳福音 就是要傳福音 所以神是很可能有很明確心意 明確方法告訴我們去做什麼事的 比如說在下面這個保羅傳福音 好在《使徒行傳》十六章六到七節 來我們看 連傳福音這件事情 神都有非常明確心意的 還沒有完 讓我們上一年 對謝謝 聖靈既然禁止他們在亞西亞講道 他們就經過佛里加加拉太一帶地方 到了美西亞的邊界 他們想往匹推你去 耶穌的靈卻不許 好這個地理上的位置 大概是這樣 就是他們從耶路上 從你們的角度來看 耶路上有這樣上來 然後大概到這邊 然後耶穌禁止他們在亞西亞 就是亞西亞 這一代講道 他們就經過佛里加拉太一帶地方 然後再往西北過去就是美西亞的邊界 到了這裡 一開始保羅希望往東北邊走 就是匹推你 如果保羅往東北邊走 那福音就是傳到亞洲 結果耶穌的靈不許 他往西北邊聽到馬其頓的呼聲 那你說傳福音往東邊跟西邊有不一樣嗎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必須說會不會一樣 這個只有神知道 但是神確實在這件事 有很明確的心意 是要往西邊走 福音就傳往歐洲 那至於這件事 神最終的心意 那我們到天堂就會知道 我現在不曉得 我只是要說 神連傳福音這件事情 都有很明確的策略喔 都有很明確的心意 你看傳福音怎麼會不準呢 不是要萬人得救嗎 怎麼會不準呢 因為神真的有很明確的心意 有先後順序的 其實這個觀念 大家應該很容易了解 我可以念一段傳道書 這個就是在講萬物都有定時 不是隨便我們怎樣就怎樣 我很快念一下 他說傳道書第三章 從第一節 凡事都有定期 天下萬物都有定時 後面我會跳著念 生有時 死有時 災重有時 拔出所災重的也有時 殺戮有時 醫治有時 拆毀有時 建造有時 哭有時 笑有時 哀痛有時 跳舞有時 懷抱有時 不懷抱有時 尋找有時 失落有時 保守有時 捨棄有時 靜默有時 言語有時 第八節 喜愛有時 恨物有時 爭戰有時 和好有時 什麼事都有它的季節 它的時候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時候 我的生命現在是在一個什麼樣的季節 是在拆毀的季節 我要趕快把我過去那些趕快拆毀掉 還是在建造的季節 萬事都有時 不是我想怎樣就想怎樣 摘中有時 拔出所摘中的有時 那明明這個時候你應該去種 要去撒種的 那你硬是要去收割 那你要去收割什麼 所以萬物都有時 那可是我們常常 所以耶穌那時候還罵了那個 這個法利賽人跟撒路該人 說你們看到天氣天氣怎樣 你們就知道明天會下雨 可是你們怎麼不能分辨這時候的神經 怎麼我們能夠分辨這時候是神的什麼時候 那耶穌就罵法利賽人跟撒路該人 你們怎麼不能分辨呢 那意思就是這應該要很容易分辨的 從聖經的角度我們剛剛說 神樂意顯明祂的心意給我們 所以這應該是可以明白的 這是可以明白的 那我們怎麼不能分辨呢 齁 然後到了啟示錄 其實我們最後會發現神很珍惜的 很寶貴的那一群門徒 在啟示錄十四章 他提到說那一群人 羔羊無論往哪裡去 他們都跟隨他 神是將領神是元帥 他去征戰 他往哪裡去 那後面這批人就跟著他 可是至少我以前 至少我以前 我常常是這樣 那我想往這裡去 我想往哪裡去 主啊你來祝福我 我從來不是問主啊你要我去哪裡 我以前是 我要去這裡 我要去那裡 我要做這件事 我要做那件事 啊我去做了 主啊你要祝福我 我要抓住你的應許 你一定要祝福我 可是啟示錄描述的這一批聖徒是 羔羊往哪裡去 我們就跟著他去 主有他明確的旨意策略 做事的方法跟對象 那是我們要跟他 還是我們自己做這個做這個做這個 然後說主主主你一定要保守我 你要來保守我 你要保守我 先後順序有沒有差別 好所以我們就要回到說 哦那明白神的旨意 而且神有普遍性的旨意 也有很個別性的旨意 都有 那我們都需要來明白神的心意 那明白神的心意有幾個方式呢 好有這幾個方式 那我會順便搭配我個人的經歷 來跟大家分享 第一個透過讀經 好這是你看我們教會 所以已經這是第三年很積極的推動讀經 對不對第一年我覺得一年要把聖經書讀完 接下來這兩年是分兩次把就約讀完 然後分兩次 一年就各讀新約一次 所以第一個是透過讀經 所以我可以分享很明確的分享 這個我透過讀經去明白神旨意的方法 好這個是第一次我曾經在2005年第一次操練 真的很希望來明白神的旨意 所以我還有把日期寫下來 2005年7月28號那天我做了一個禱告 我問神說那時候我手邊有四篇學術性的論文 我們叫working paper 我要問神說請問要投稿去哪裡 在什麼時候 那我先可以稍微說明一下 為什麼想要有這個motivation 因為在2004年開始我的靈命開始有點翻轉 到了2005年的時候我就開始整個翻轉過來 那我翻轉過來以後我就在想說 我不知道神會不會有哪一天想要呼召我出來當全職傳道 我不知道 我不曉得 那但是我也覺得我也很珍惜我現在正大的教職 我覺得這是一份非常好的工作 雖然不是什麼錢多事少離家境對不對 但是至少是一份我覺得很棒的工作 我也可以第一個設經地位還不錯對不對 第二個我可以接觸到很多學生 我可以很大大方方的接觸到然後幫助很多學生 那所以哪一天如果我其實一廂情願的就辭掉正大的工作 出來當全職傳道 假設是這樣 可不可以到天堂 天堂神就跟我說 其實我並沒有要你辭掉正大的工作 那我不是很 就是覺得很虧 我那時候就想說 如果哪一天我要做一個重大的決策 我自以為神要那樣做 我就去做了 那其實不是符合神心意的 我虧損別人也虧損 所以我其實是一個非常單純的動機 就是說主啊 我真的希望我以後的道路 不是我自己走出來的 不是我自己選擇要去台大就去台大 我要去美國就去美國 我是要問你 你覺得你把我放在哪裡 最能發揮你的心意 最能發揮你在我身上的心意 我想要問這件事情 可是我又聽不到神的聲音 所以我就想說 好 那我們就從讀經開始 那我那時候就想說 我要拿什麼東西出來操練呢 我要拿什麼東西出來操練 我如何明白神在我身上 這個時候的心意是什麼 那我想說 如果問說神啊 今天我要穿什麼 顏色的背心 我想說這個 這好像事情好像太小 對不對 我今天停車要停在哪一格 這個東西我也不太確定 神是不是有他明確的質疑到這個地步 我不知道 那要問說 如果有感冒 如果有生病 要不要去看醫生 或是要去哪一間醫院看醫生 我也沒那個膽量對不對 萬一延誤糾醫時間 那我不是完蛋了 所以我也不敢問這件事情 所以我就想說 太輕的不要問 太嚴重了我也不敢問 我就挑了一件 其實也蠻嚴重 但是不至於危及我生命的事情 就是我學術上的東西 對不對 這幾篇文章 要什麼時候投稿去哪一個期刊 當然你在問的時候 會很擔心說 真的嗎 聖經有我們期刊的名稱嗎 對不對 他會告訴我 你要投去 而且還是英文的對不對 什麼什麼 真的嗎 神會向我們顯明嗎 那我們就且看 耶和華如何成就這事 所以我們就是放下來 好 所以我2005年7月28 問了這件事情 2005年12月27得到話語 好 就是每天很 而且這是一個讀經很重要的 那當你有事想要求問神 是扣過讀經的方式 你就會非常認真讀經 你每天都在想說 神會不會今天給我起事 但是當我們讀經 只是當作一個被要求的 或者是當作是興趣 那你或許有時候 你就沒有那麼認真讀 有時候讀就只是把它讀完而已 但是如果你真的很想明白神在你身上的起事 那個讀經的味道就不同 所以我從2005年7月28問 2005年12月27得到話語 第一個他先說 在山姆爾記上9章16節 我念給大家聽 因我名的哀聲上達於我 我就眷顧他們 你知道我禱告了這麼久 7月28開始禱告 12月27 整整五個月我才得到話語 那真的是哀聲上達於神 差一點就是沒有哭了跪在地上而已 就是一直神啊 我要明白你的執意 我要明白你的執意 同一天 就那一次 那是一個早上一起讀到的 山姆爾記上10章第6節 這時候這句話就跳出來了 耶和華的靈必大大感動你 你就與他們一同受感說話 你要變為新人 這照頭靈道理 你就可以乘時而坐 因為神與你同在 所以我一讀到這段經文 心裡面馬上就有一個感動 很清楚的感 不能說很清楚 就是很明確的感動 好 我什麼時候可以投稿出去 其實就是在我受感說話 變為新人 我當然已經重生了沒有錯 但是我會再有一次的transform 所以我會受感說 我會跟以前不再一樣 那等到這個灶頭臨到你 你就可以趁時而為 因為神與你同在 所以我那時候一領到這段話 也就知道說 因為我那時候 我沒有被聖靈充滿過 至少 physically並沒有 我不會說方言 所以我那時候一領受到這句話 就知道說 等到我可以 我被聖靈充滿 我可以說方言 那就是趁時而為 那我就可以把我的論文 投稿出去 好 所以果然我後來在 這我等一下會再講 就是後來我果然 就是因為這樣透過讀經 我知道我什麼時候 可以把論文投稿出去 這是第一次的經驗 那第二種可能呢 是你可以透過 我先quote 有先知恩賜 這不一定啦 但是所以先quote起來 透過牧長 跟弟兄姊妹跟你講 這是第二種可能 那這次我個人的見證 就是在我2006年 決定要不要出國 申請出國一年 這件事情 好 那那個過程大概是這樣 其實我覺得講見證 有一個好玩的地方 或是說珍貴的地方 就是我們在裡面的那個掙扎 其實先知們也都是這樣 那那個掙扎其實是寶貴的 好所以2006年暑假的時候 我一開始 然後呢 就我們一樣到美國去 然後就那時候就想說 在美國那時候 帶著小朋友去參加夏令營 那就想到說 如果希望小孩未來 有更好的英文環境呢 其實只是來參加夏令營 可能不足 那不然要不要去美國一年 可是你就想到說 去美國一年 這件事影響很大 我在政大這邊等於是要 不管是請假 或者是如果有可能 就是留職留心 但是全家都要過去 住哪裡什麼 影響很大 所以後來我就想說 那不然我跟水域 一起來尋求明白 神在我們家的旨意 是要在台灣比較好 還是要到美國 那一年 好所以我們就問這件事情 非常明確的問 那我們開始兩個人一起問之後 因為我們都有固定 我們從2005年開始 我跟水域兩個人都是固定 讀聖經 所以神就陸續借著給水域 或給我告訴我們他的旨意 比如說 詩篇32篇 他就說 我會指示你當行的道理 我們陸續有得到這樣的經文 然後後來有一天 我就走在路上 我走在路上的時候 然後就忽然間有一個感動出來 這個感動是說 其實如果神要呼召我們去美國一年 應該不是只是要做研究而已 應該還有更多其他的好處跟目的 那我那時候一開始 有一個很明確的意念 從我心裡面跑出來 三個字 舊金山 我就想說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感動 那我回去就有跟水域說 我今天走在路上 忽然間有個感動說 如果我們明年有要出來的話 其實是去舊金山 那一開始的時候 水域會覺得很奇怪說 為什麼會是去舊金山 因為我畢業的學校是在亞特蘭大 那所以亞特蘭大 我們以前的教會在那邊 弟兄姊妹在那邊 我的學校老師都在那邊 去那邊一定是最符合理性的選擇 又便宜又熟悉 對不對 這各種都有 去舊金山沒有認識半個人 為什麼要去舊金山 就是你就會有一些疑問 所以第一個 你會擔心舊金山 沒有我這個科系的學校 他沒有我是風險管理 他明明有這個學校 舊金山沒有我認識的老師 舊金山很貴 舊金山沒有我們認識的 所以一開始 你現在有一個感動 可是你接下來 就很多負面的意念就出來了 然後接下來我還有跟我老師說 這個大學老師 我就打電話跟他聊了一下 聊了一下 我就跟他說 我現在有考慮想要申請一年 出國一年到美國進修一年 那我們老師 差不多當場就潑冷水 雖然是那個很客氣的潑 但是還是潑了一盆冷水 就說 你現在才考慮這件事來不及了 申請一定來不及 就這樣 那我就想說 怎麼會這樣呢 我們不是正開始在很信聰眾的 在尋求明白神的之一 怎麼一下子就有這麼多負面的 這個消息出來 可是我們沒有放棄 我跟水域就繼續來尋求 所以雖然收到那些負面的消息之後 我們繼續尋求神也果然賜下鼓勵的話語 比如說詩篇139篇 他繼續說 他的手必引導我們 他繼續說 在詩篇148 143篇 他說 他必使我們知道當行的路 所以你讀到這個經文 你就覺得 嗯 我們應該要堅持下去 那我為什麼說 這一次是 明白神心的方式 是有一個透過有先知恩赐 那如果在教會比較久 或許認識一個姊妹叫做美琪 劉美琪姊妹 那 他有先知的恩赐 所以很好玩 我們在7月 我有寫 7月23號的晚上 2006年 7月23日的晚上 我們從亞特蘭大打電話給美琪 他人在聖河西 我們打電話給他 他就一開始噼哩啪啪 先罵了我們一頓說 你們怎麼這麼慢才打電話來 為什麼他要罵我們一頓呢 因為他說他在7月初 他去參加夏立會的時候 神給他一個清楚的感動 要他告訴我跟水域 叫我們去救金山一年 好 這件事我也必須說 其實你一定要先尋求 你想想看 如果我們沒有前面 我們自己先尋求 神有指示下來 忽然間有一個墓長打電話給你說 哈囉 你到歐洲去禁修一年 你敢去嗎 這個是需要 沒有神 我們不能 可是沒有我們 上帝不願 就是我們必須要先有尋求的心 那這時候再來一個就是很棒的印證 那相互回應就非常美 所以我們一聽到這個就知道 好那就是沒有問題了 那就是夠 就是去了 好第三種 如何明白神心意的方式 這種我想很多 我們教會弟兄姊妹都比我更有恩賜 我們可以透過圖像 圖畫跟意象 比如說好我們06年 那現在要去神佛西 請問要住哪裡啊 那我就想說住哪裡也很重要 牽扯到學區 牽扯到我去學校跟去教會的距離 各式各樣 安全 各式各樣 所以我就想說我對神佛西 人不生地 人不熟對不對 人生地不熟 那我用問的好了 我用問的 所以我有一天 那時候一樣是每天在讀經 所以在2007年大概四五月中 這個我就沒有明確的日期 但是在那時候我臨修 我在臨修的時候得到一個感動 因為我應該是在看 我們不是聖經有時候後面都會有那種圖 像那個保羅傳福音的圖 什麼圖 那我看完那個圖 然後接下來我開始再禱告 就是神啊 我要住哪裡或是往裡 神給我一個圖像 那個圖像是這樣 我要去的學校 從你們的角度來說 如果是在這裡 就是Santa Carrera University 那我要去的教會 如果是在這裡 那我要住的地方 應該在這邊 這是我得到的感動 就是這樣 我也不知道那邊在哪裡 去了那邊我就知道 那邊是一個小鎮 叫沒有Pictus 所以我就知道說 去那就是找 往那個地方去找 其他地方就不用找 這就是 可以透過圖像 圖畫跟意象 來明白 神對我們身上的心 或者是 可以透過 其實就是感動 就像我剛剛走在路上 有一點感動 去舊心山 2008年秋季的時候 有一次我坐在我們家 那個沙發椅上 我開始在那邊禱告 忽然間也是一個意念上來 這個意念很好玩喔 他說呢 你這一學期提升等教授 你會 那個感覺是這樣 我不知道這個措辭 精不精確 但是那個感覺就是 你會低空飛過 或是會驚險過關 就是這樣 我就 就是有這個意念出來 我不太明白 但是就是有這個感覺 那接下來的問題就是 你明白了神的心意 雖然不一定是百分百 那你的回應是什麼 你的回應是什麼 好 所以麻煩再幫我按下一頁 所以神心意的顯明 跟成就 我接下來要說 第一個神顯明 第一個他一定願意顯明 他可以有很多種方式 告訴我們 他希望我們做什麼 他怎麼 他有很多種方式告訴我們 所以比如說我剛剛說 可以讀經 可以透過牧長 或者是弟兄姊妹 可以透過你心裡面 有一個圖畫 甚至可以透過一個意念 都有可能 那當然還有其他種 我不是說沒有其他 還有其他很多其他種 只是我還沒有很多的經歷 所以我就沒有在這邊講 但是有很多種 神是非常奇妙的 所以神可以跟我們顯明 他的心意 可是呢 神心意的顯明 跟這個心意的成就 不要忘記 有他的時間的 不是太顯明 對不對 我們最喜歡這樣 這個 命力就力 對不對 神一說 事情就成就了 我們最喜歡這樣 可是神的目的不是這樣 神的目的常常是希望 我們結出樹林的果子 忍耐 對不對 節制 像這種 這種是需要時間的 所以神的心意的顯明 還有神的心意的成就是有時間的 比如說你等顯明的時間 可能就需要半年 像我剛剛說 我首篇那四篇文章 要投稿出去 等了五個月 足足五個月 那你再猜 這五個月裡面 我是每天都是歡喜快樂 對不對 高聲唱哈雷路亞 對不對 主啊 還是我其實等到後來就快不行了 然後就 這很正常 對不對 可是我只是要告訴大家 那你在猜 神難道不知道你所受的煎熬嗎 神難道不知道你所經歷的一切嗎 祂當然知道 所以當我們真的是全心尋求的時候 神一定會安慰我們 我就舉 我剛剛那個 從2005年7月底 尋求一直到神顯明 就已經等了五個月 快半年 五個月 那我這中間其實是 是很撐不出氣的 所以我自己寫下來 因為我們寫一些靈修士記 2005年10月 我就不行了 你知道嗎 7月底開始 8、9、10 就不行了 三個月就覺得 這個到底 神會不會寫明納子儀給我看 11月31 一樣就是照著讀經日程 那神就赤下約翰福音 那時候讀到約翰福音 第八章 大概簡單就是說 繼續堅持下去 以後我就可以明白他的心意 就不在黑暗裡走 我就必曉得真理 必得到自由 但是神給我一個話語 堅持 堅持 以後你就比較能夠明白我的心意 你就不會在黑暗裡走 因為 腳前有燈二 好 所以就得到一個了 可是呢 這個人心都至少我很軟弱 所以10月31明明已經得到這個話語 到了11月又不行了 對不對 因為每天在讀 每天在等 為什麼都還沒有寫明 為什麼都還沒有寫明 那我想大家可以想像 我們那些paper 都是有時效性的 對不對 你今天寫的paper 放在那邊 人家登出來 你這邊就作廢了 所以你心裡面 心急如焚 這個應該是可以了解的 就是你也很等 很煎熬 好像是這樣 2005年11月 在主日崇拜的時候 唱了一首詩歌 就直接打入我的心 這也是我們人家要唱的 我需要有你在我的生命中 對不對 聽到這首詩歌 當場哭到不行 就知道說 神知道我的煎熬 好 2005年12月 我得到神的話語 說我就是要被聖靈充滿 可以講謊言 但是並沒有 就馬上被聖靈充滿了 對不對 所以到1月底的時候 又在想說 啊怎麼還沒有呢 每一次我來聚會 就是希望聖靈充滿我 就是希望我就可以講謊言 就沒有啊 到了1月底 又開始擔心 欸沒想到我們 就有弟兄姊妹的這個 見證就是 激勵到我了 我覺得這個見證也很有意思 所以願意拿出來分享給大家聽 這個呢 這個姊妹她有一個兒子 因為我們現在青總知道 這小朋友很喜歡打電動玩具 所以那姊妹在那邊臨修 那她在一件事的苦處上面 那她兒子在旁邊打電動玩具 打到後來突然間 那兒子越打越高興 到後來竟然離開鍵盤 這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對不對 小朋友竟然離開電腦前面 開始在房間裡面很高興 然後講了三個字 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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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她媽媽就覺得很奇怪 等什麼 那她媽媽就覺得很奇怪 那你不是在打電玩具 你要等什麼 她說那個遊戲很特別是 破關會得分 這個不是稀奇的事 你在最適當的時間破關 分數最高 那這個兒子已經 前面的關都已經打完了 對不對 就算最後這一關 所以她知道她只要再等 比如說三分鐘 再破關 那個分數最高 所以她在那邊等的時候 那時候就越等越高興 越等越高興 然後就開始在旁邊跳跳跳 再等等 那這個對那個姐妹 就是很好的提醒 神有時候成就一件事情 不是成就本身 成就的時間是有她意義的 她要訓練我們 讓我們結出屬林的果子 這個對我也非常有意義 對不對 我就知道 再等等 對不對 2006年2月12 那一次也是在這邊的逐日崇拜 我們之前有一個傳道 叫御方傳道 因為我們不一樣 所以她完全不知道我在做什麼 但是她有一天主日晚 她進來就跑來找我跟水域 就說她在私情的時候得到一個感動 然後上帝告訴她 要她轉告我們 她得到這個感動 要她轉告我們 神知道我們正在一個煎熬當中 叫我們要堅持下去 那你就得到很大的安慰 對不對 所以我就說 神顯明她的心意是有時間的 這個時間都是為了我們好 真的為了 我 paper 後來沒有登出來 這件事後來在永恆中是沒有意義的 可是我為了讓這些 paper 在尋求這些 paper 登出來的過程當中 我尋求明白神的心意 這件事在永恆中是被紀念的 所以 paper 沒有登出來 什麼時候登出來 這件事其實坦白講 等到我們上了添加 都是沒有意義的 可是我在這個過程中 我個性 我的性格 我聖靈的果子結出來 這件事是有永恆價值的 所以神有祂的時間了 因為祂要讓我們結果子 好 好 所以後來 我想後來我就需要快一點 接下來 我在3月5號的時候被聖靈充滿 6月11的時候可以說方言 那我就把 paper 投出去 然後投出去之後 就登出來 我就會靠這兩篇升等教授 所以就是 對 真的是感謝神 感謝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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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接下來繼續講 就是說 第一個 顯明是有時 不管是顯明的時間 甚至成就的時間都一樣 那在過程當中 就是我們要來跟主實際的互動 然後你一定要有跟隨到底的決心 不要放棄 來 我們再往下一頁 要到什麼地步呢 這是我們這個禮拜讀今的進度 對不對 我就剛好把它弄出來 是以絲鐵 好 以絲鐵這裡面 他提到就是整個最後 那最重要 我覺得最重要 跟隨神 最重要 我就把它括了出來 四個字 這就是決心 死就死吧 paper就剛做燒掉了 就是決心跟隨主 像這邊也是一樣 對不對 那時候他已經很清楚 就是莫迪改跟他說 你就是要進去見王 可是現實的是 就是他已經一個月 那個王沒有召見他 他如果進去真的可能會死 那你要不要 那這個態度就是這樣 唯利進去 死就死吧 那這是一個決心 就是我就是 一定要明白 一定要明白 即使怎麼樣 我都要明白 好 好 我們再往下一頁 好 那再來就是 明白後一定要遵行 不要受威脅 也不要受誘惑 那比如說掃樓的例子 其實沙摩已經跟他說 就是七天 七天晚之後 你在那邊等我七天 對不對 七天晚之後我就會 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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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掃樓後來就看到 其實我常常也很擔心 我如果是掃樓 我可能也撐不住 好 我們知道 我覺得這些聖徒的軟弱 我也都有 甚至更嚴重 所以我都會求神 就是保守我的心 保守我的心 好 所以掃樓的例子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我們真的不受威脅誘惑的影響 好 那我就講一下 我們第二段 就是申請出國 我剛剛不是說 後來我們有一個姊妹 美琪有先知認識 告訴我們就是去舊金山 忙得到很大的激勵 對不對 所以你一樣又是在想像的 神的旨意這一次這麼清楚 那就是說有就有 說有就有 命令就立嘛 結果並沒有啊 我是在七月二十三的時候 剛剛有說是 美琪打電話 告訴我們這件事情 所以七月二十四 我就開始 想說開始要去申請學校 我就開始申請 要去留職留心出國一年 所以七月二十四是星期一 我開始做這件事情 發現申請期限是七月三十一 只有一個禮拜的時間 第二個呢 我的申請不是我個人 直接跟台灣的國科會申請 不是 我要先 我想這個大家有申請過就知道 我要先向學校申請 然後再送國科會 那學校程序 大家各系我想應該差不多 對不對 系教品送給院長 院長簽罐送給校長 校長簽罐送給人事事 人事事最後就送到國科會 那你想說 一個禮拜 來了幾嗎 暑假 學校上班只有半天 好 然後接下來我就再繼續問 那這個申請系教品會 這個需要什麼東西 那我們系很特別 那時候給我的答案是 你需要先拿到 對方學校的邀請牌 那秋金山 我一所學校都沒有認識的人 也沒有我們自己這個領域的 我去跟誰拿邀請牌 好 所以那時候真的覺得 神你是在跟我開玩笑嗎 就是 怎麼會心意顯得這麼明白 可是看起來沒有路呢 那接下來我就想說好 所以這時候你要下定一個決心 那你要不要叫系主任 明確照開臨時系教品會 審你的案子 好 那我那時候我必須承認 我那時候不知道哪裡生來的膽子 我就說神給我的質疑這麼明確 好 就跟系主任說 那就是台灣時間的 所以我星期一知道這件事情 到星期三下班前 我必須要拿到 舊金山學校的邀請牌 那敢不敢做這個決定 你敢不敢先跟系主任說 你就是先開 你就是開系評會 系教品會就對了 我會負責 那就是這樣 敢這樣嗎 對不對 這就是死就死吧 對不對 好 就拼了啊 所以一做完這個動作 當然 沒問題 沒有神我們不能 可是沒有我們 神也不願 所以我們就附上我們的 那接下來就看神 怎麼成就這個大事 所以我們就開始做這個 我開始就說好 就是星期四中午 台灣 召開系教品會 我趕快去找學校 所以好 我就繞了一圈 當然就是非常困難 這個老師說不可能 那個老師說不行 沒有認識什麼什麼什麼 反正最後 我就寫信給其中一個老師 在舊金山一個學校的老師 我跟他說 我把我的履歷表 把我的這個自傳 然後這個研究計畫 我來付給他 說你們有沒有興趣 然後馬上就說 如果你們有興趣呢 請你務必在明天 就隔一天 一定要把接受信傳給我 不然就沒有用了 那你就想說 對方完全不認識我 可是我們就這樣 寫一封信過去 只是把我的履歷 我的領域 跟他們不是完全符合 我後來是去經濟系 我是其實比較是 財務管理 我是生領域經濟系 我在猜 他應該是這樣 他收到我的這個 然後我不知道是 怎麼一回事 他就看了就覺得好像還不錯 然後就跑去找系主任 系主任就說 好那我們來召開一次 臨時系務會議 然後一召開就說 好那就給這個學者 一個offer later 然後就寄給我 所以星期三下班前 Just in time 我就收到對方給我的 邀請牌 趕快傳回台灣 剛剛好星期四中午 開系教訓會 政見到場 星期四 那開完會就下班了嘛 對不對 星期五早上 我們這個 我們 那時候就是俗親 在我們系上 對不對 他就跑到 趕快去找院長 我們院長那時候 還要交接 對不對 院長在開會 一開完會出來 當長拉牽 馬上跑去給校長 校長 弄完趕快 在星期一 轉給人事事 人事事弄完 星期一送出去 那些完美的時間 可是我們 有這個勇氣嗎 我常常問我自己 如果再來一次 我敢嗎 我不知道耶 我不知道 所以真的需要求神 保守我們的心 保守我們的心 比如說 我有一次不敢 我必須說 我永遠都是軟弱的 我不敢誇 我永遠都是軟弱的 我剛剛特別提到一個 2008年 我說我有領受到 坐在沙巴影上 領受到一個感動 就是那一學期提升等 我會驚險過關 我其實那時候 並不知道這句話 是什麼意思 那我就想說 那我就提提看 我就先提提看 但是這次 就是一個失敗的經驗 所以我也要很誠實 這是一個失敗的經驗 我就提出來說 我要提升等 可是其實 我有兩篇文章 我說那兩篇 其中一篇 還沒有收到 那個期刊的接受信 可能會上 但是沒有收到接受信 而且你沒有辦法去預估 他什麼時候接受信會出來 那我們申請的期限是 九月底 是九月底 就是九月底 那我就想說 好我已經得到感動 就提出來 可是提出來之後 我們的助教就一直問我說 老師那你那個接受信 什麼時候會來 那而且一旦提出申請 因為他要有兩個禮拜的時間 讓其他審查委員 可以看我的書面資料 然後要召開一次正式的西教評會 評估我的審查 可不可以 那所以我就跟助教說 我確實還沒有收到接受信 那我是有一個感動要提出來 但是就是沒有東西在手上 就沒有 那你要遵循你的感動 還是你要按照現實的環境去做判斷 這一次我就失敗了 到九月二十八放完 就是九月二十八之後 我就說 因為九月底就到了 我就說我撤回我的申請 因為我很擔心 你召開一個西教評會 結果我沒有著作 沒有足夠的著作在上面 我就很擔心 我擔心面資 有沒有 我就會擔心這件事情 即使我有以前的經歷 我還是非常軟弱的 我還是忍 所以我就擔心 我就撤回 結果十月 十月十八 十月十七 我的接受信就收到了 如果我當時堅持下去 他會在我們開戲教評會之前 可是我沒有那個勇氣 即使我有過去那樣子的經歷 所以我是說 所以我必須說 我不是永遠都是這樣 我有我軟弱的時候 神依然看顧我 那你說會不會我這樣軟弱以後 神再也不顯明 他直接給我認識 他說蔡正仙 你這個人真是沒有用對不對 我過去那也這麼好 你還搞不清楚 然後接下來你還跌倒 沒有 沒有 神知道我們的軟弱 只要我們願意跟隨 雖然我們有時候跌倒 跌倒了 就再站起來 就再繼續跟隨主 神一定會一直幫忙 一直幫忙 我們一定要抓住聖經有一個應許 我們可以寫敬拜團 我們準備要唱那首詩歌 我們可以有一個 凡有的還要再加給他 當我們有這個心 神就會開始加添給我們 加添給我們 加添給我們 好我要請水域跟我一起來念一段 你知道我們人生在世 我們再下一張 人生在世其實是一場戲 是一場什麼樣的戲呢 這個是一場戲是在哥林多前書 我念給大家聽 因為我們成了一台戲 給世人和天使觀看 我們人生就是一場戲 這場戲給世人跟天使觀看 那這場戲是一個什麼樣的戲呢 我說人生的戲就是 神愛我們 祂要引領我們 那我們要做什麼呢 我們回應神的愛 謙卑順服 這就是這一場戲 我們跟神之間不是兩條平行線 偶爾透過禱告 這是我們 這是神 偶爾透過禱告穿過去 希望能夠跟他連結 不是平行線 我們跟神在這一輩子的互動關係 是要交錯纏綿的 是他愛我們 我們愛他 他告訴我們 我們就跟隨 這是我們人生要演的戲 在天堂我們就是要看這件事情 所以我要跟水域一起來 來送讀這一首詩歌 我們用讀的方式 再麻煩幫我們下一頁 這裡有神 我會代表神來念 水域會回應 神在創造上面 神在重新一致建造我們上面 還有神最後要跟我們唱出這愛的詩歌 神先說 我向你吹氣 我受造奇妙 唱出我寶貴心意 我靈向你甦醒 我們一起來 眾新歌唱 天使歡呼 這生命之歌 有沒有 這是一台戲 神創造我們 祂向我們吹氣 我們的回憶是 主啊是我受造奇妙 神向我們唱出祂寶貴的心意 顯明祂的心意給我們 我們的靈要甦醒 能夠明白這個心意 再下一頁 神說 我賜尊榮給你 我全然美麗 以聖結來裝飾你 揮映你的榮行 眾新跪拜 天使驚叹 這奧秘之歌 這是聖經的話語 神說我賜尊榮給你 神說祂看我們每個人全然美麗 你有把這個放入你的心嗎 聖經說我用聖結來裝飾你 我們就不要自己覺得我是很誤會的 神已經給我們白袍穿上 是的我要揮映神的榮行 接下來天使跟世人 眾新跪拜天使驚叹 這真是奧秘啊 最後一段 神最後說 我將自己給你 我完全屬你 我以慈愛聘你為妻 對你兼真不語 與你共唱 一同譜出這愛之歌 這是我們生命之歌 神說祂把祂自己給我們 祂為我們死在十字架上 我們的回應是什麼 主啊我把我自己獻上給你 神說我以慈愛聘你為妻 我們的回應是什麼 你的心還是向著世界嗎 你能不能對祂堅僧不語呢 然後我們的一輩子就是 我們跟神共唱 一同譜出這愛之歌 我們閉起眼睛 我不知道你現在 我們的弟兄姊妹有沒有落在困難裡面的 我的呼召是 你願意起來 遵行神在我們身上那個普遍性的旨意 你即使落在苦難中我也要想辦法洗的 你有落在試探裡面的嗎 你願不願意起來遵行神的旨意說 神說你們要聖結 因為我是聖結的 你願意在情慾上聖結 你願意在財務上聖結 你願意在意念上聖結嗎 如果神今天有話感動你 叫你要饒恕曾經傷害你的人 你願意遵行祂的旨意說 主啊我願意 即使我不能 主啊可是我願意 你願意愛你的仇敵嗎 這是一件超難的事 這是一件超難的事 可是主啊我不能 我不行 但是我願意試試看 你願意接受這個呼召嗎 你願意順服教會的權柄 全心跟隨我們主任牧師 接觸的這一年的大方向嗎 平息的宣教 敬拜醫治 門訓 discipline訓練 你願意跟隨嗎 你願意接下來在你的人生當中 把你決定的主權交出來 不是你想這樣做就這樣做 想那樣做就這樣做 而是說主啊 我願意操練這件事情 藉這件事來操練 要來明白你在我身上的心意 而且我明白以後就要遵行到底 你願意嗎 你願意從今天開始 就跟著主任牧師 我們今天的報告事項說 我們要有聖經速度 我們每天靈修 我們固定聚會 我們固定聚會 你願意嗎 我們都很軟弱 求主聽見我們今天這個願意跟隨的心意 主就來堅定 所以你筆書第二章十三節說 神看中我們今天的勵志 因為你們勵志行事 都是神在你們心裡運行 為要成就他的美意 求神幫助我們 我們一起來唱這首詩歌 我們一起來唱這首詩歌 主 求你保守我的心 我的意念 使我能夠遵心你之意 我願將你話與聲藏在我心 走路上的光 成為我將前提的 我祝求你堅固 我信心我的力量 使我對你勇敢向前行 聽我知道有時我仍會軟弱 求你帶領我 使我不會再退縮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 好讓我一生能學意的仰視 使我能成為你所喜悅的兒子 使我的生命能夠掌現你榮耀 主 求你保守我的心 我的意念 使我能夠遵心你之意 我願將你話與聲藏在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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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路上一光 成為我腳前提的燈 我願將你話與聲藏在我心 我祝求你堅固 我信心我的力量 使我能夠勇敢向前行 你我知道有時我仍會軟弱 就你帶領我 使我不會再退縮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 好讓我一生能夠 好讓我一生能學你的樣子 使我能成為你所喜悅的兒子 使我的生命能夠掌現你榮耀 使我能成為你所喜悅的兒子 使我能成為你所喜悅的兒子 使我的生命能夠掌現你榮耀 太多了